紅色黃綠布條 街道上拉起一面面 彩虹旗 陽光熱情 參加同志遊行的民眾也好熱情 不論是花車上頭還是步行的朋友 許多角色變裝 都很亮眼 我們之前每年都會來參加 那也參加過其他縣市的遊行 然後覺得高雄的遊行真的辦得很大 這次應該是第二次了 人潮還是一樣多 對 很好玩 相隔兩年高雄同志大遊行 恢復實體舉辦 滿滿人潮 從五福路望向愛河方向 看不見隊伍盡頭 除了年輕人相挺 還能看見家長帶著小朋友一同參與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 市議員候選人也現身 爭取連任的五黨籍高雄市議員候選人 黃捷走上街頭 受到支持者歡迎 另外包含五黨籍高雄市議員候選人 陳建良 以及五黨籍高雄市議員候選人 朱挺雲也沒有缺席 讓大家知道包容跟愛 那也希望我們可以持續追求性別的評選 還有臺灣激進以及時代力量等政黨 也拉起布條組成隊伍現身遊行 高雄同志大遊行恰逢選舉前最後一個黃金週末 各陣營也把握機會表露對議題的立場 爭取選民支持 華視新聞 上次是雪姬高雄報導